那梦幻是因菩萨 把幸福来挥洒 远方星光新鲜光 你好 台长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听众会 我想有两个问题要问问 你讲吧 首先我先说 因为我从来没学过佛法 然后对佛教的书曾经看过 但是我觉得很深 我看不懂 今天听我讲的浅不了 今天听你讲的 就是跟日常的生活特别临下 对了 就白化佛法 所以我觉得就挺受教育的 现在就很节约时间 我说两件事 你说吧 老妈妈 我的丈夫2011年7月24日去世 因为她在世的时候 非常重视文化学习 所以也是学校的高材生 所以她有点一辈子怀才不遇 所以2011年因为得了结肠癌 就去世了 我呢 就是想问问她现在怎么样 在哪里 她的名字叫黎 黎明的黎 永远的永 福路的路 黎永路 看到了 那妈妈 我告诉你 好吗 好 谢谢 她跟你非常恩爱 谢谢 你们两个几乎不吵架的 谢谢 对不对 告诉她 是的 杨子 我告诉你 你的先生人非常好 是 是一个文之彬彬的人 对 对 我告诉你 她 这个人 长相 样子都非常的端庄 现在我看见她在天上 居然还戴个官帽 说明她已经在天上做官了 谢谢 谢谢 老妈妈 我告诉你 一个人一辈子不害别人 不做坏事 是 是 是 我告诉你 照样上天 所以要做好人 不要做坏人 是 老妈妈 我告诉你 她过去的毛病 你就知道 台长看到是她了 形象我不去讲 她个头很高的 她那个长得蚊子彬彬的 老师 我告诉你 第二 她的鼻子很大 对 对 一点不错 特征 你说我们两个像吗 像 对 你们两个有夫妻像 但是呢 你脸比她长 对 对 鼓掌 但是老妈妈 我现在告诉你 她对你有几个意见 第一 你把她的坟墓啊 埋得不是太好 后来我又换了 换了 换了 而且呢 花了三万块钱换了 我告诉你 换了她也不满意 那怎么办呢 你以后要帮她超度掉 她就慢慢就好了 怎么超度呢 现在你还得给她念小房子 因为我不会 我不懂 她放不下你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她走的之前 她的小便非常不好 她有钱的线 太对了 大家看见了吗 所以老妈妈 我告诉你 人其实很傻 不会死的 人以为 哎哟 死掉了 一口气没了就死了 实际上她死掉之后 她真的 什么都看清楚 什么都明白了 明白了吗 她临走的时候 对家里很不放心 她对你不放心 她主要是说 你的身体不好 她说你的心脏很微弱 太好了 对 就是这样 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大家相信了吧 你们今天当场见证的 就相信了 如果不信心 听人家讲 你也不相信啊 因为我是从北京这边来的 特别过来的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 而且很幸运的 就冲上这个号 一点没有托什么的 这绝对没有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拖了 开什么玩笑啊 台长开了几百场 在很早以前啊 他们有的做的报告啊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听说啊 我说我这个呢 从大老远来的 我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 你现在服务了吧 所以很幸运的 我说你说我的家里情况 是这样的 妈妈 我告诉你了 你放心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知道 厉害的话 我都知道你活几岁 谢谢 你如果厉害的话 我可以叫你先生 在一个礼拜当中来看你 谢谢 谢谢 我告诉你 这个真实不虚的东西啊 否则全世界会 有一千万人跟着我学的 开玩笑了 老妈妈你记住了 你的先生是好人 是好人 你也是个好人 明白吗 怀才不遇 我告诉你 你先生脾气太倔 对 太直了 人家提拔他好几次 对对对 他刚正不恶 两寿清风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在天上呀 是是是 谢谢 明白什么了 人家曾经让他当台 当那个厂长 选当厂长 好得不得了 他不当 他说我自己 他管不了自己 我当不了 因为什么不当呢 因为他看的这个单位 太腐败了 上了一个台长腐败一下 上个台长腐败一下 所以他是全单位 所以他是全单位 就是他是 他说什么 上个台长就腐败一下 上个台就腐败 什么台长腐败啊 不是 我说 跟你开玩笑的 台长什么都知道 好了 我也 台长喜欢开玩笑 老妈妈 你今天亲眼看见了 对不对 你自己都知道了 我知道 你好好的活着 好谢谢 明白了吗 你很坚强 明白了吗 谢谢 自己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问心无愧 对得起别人 做好人 做好事情 永远要干干净净 你这个人 就毅力在 不败东方 谢谢 为了绝缘时间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 这个问题我想也是我丈夫 他可能在在天之灵 可能也是让我问的 因为我的女儿 现在怀孕了 她是二月 因为医生最近查 说小孩的头大 因为头大是正常范围的大 因为她年龄大了 今年三十六七了 所以医生让她提前生还怎么着 您看什么时间生何事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你女儿 我女儿是1978年 十月 十七月 数码 七八年数码的 对 这孩子蛮大的 她是 应该是2月10号 很奇怪 头怎么在上面呢 头没朝下 横过来 一会儿烧上 一会儿横过来 羊水到很多 现在我女儿在现场呢 你问她好了 现在会踢她呢 这个孩子 你问她 她在现场呢 踢不踢啊 是的 肯定了 头大没关系的 你跟她说 做破肤产 没有危险 做破肤产 那自己生怎么样 有病啊 医生让她二月四日摧残 你跟医生说 走到破肤产 我看这孩子 有点来历的 不想从正常的渠道出来 因为她很干净 因为有的天上来的菩萨 她基本上都是破肤产的 非常感谢 老妈妈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今天来了很幸运 再次感谢卢台长 好好相信啊 我在最后说一下 我以后怎么去学佛 我不懂 你简单 你待会儿到门口去问 要念心经 大悲咒 礼佛 三个经 好吧 做人呢 要许愿 放生 念经 三种 就可以了 第一次呢 帮她弄得太烂了 这个坟墓 因为很仓促 对 炒炒的就下葬了 她很不开心 对对对 所以第二次呢 又是 拖人弄的时候呢 左讲钱 右讲钱 她这个人呢 特别的刚正不阿 对对 她这个人呢 非常的就是说 我做什么事情 好像你们为了我这个坟墓 好像左右扣掉一点 那么要便宜 这个要怎么样 她不开心 你们跟她讲讲就好了 跟她忏悔忏悔 跟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要跟我先生某某某 讲几句话 叫她安心 叫她不要有想法 我们是凡人路胎 如果有得罪的她的地方 叫她多多地原谅 一讲就好了 好吗 行 你这个先生就是这样的 我先生 我先生那个 培养了好多 那个高三的学生 考了好大学 知道 而且你先生 我告诉你了 你们弄那个坟墓啊 最后搞来搞去啊 还是用了她很多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她心想用我的钱 还要不给我用 听得懂了吗 好 谢谢 谢谢台长 你看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 对不对啊 谢谢台湾 我记得就是台湾 我的 dollar 我记得 那么 我可以 есть 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